欢迎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就是第二档的口袋名单 看到这个现行了吗 一看就是多头走势 好 这个是明德哥的 明德哥的口袋名单 我们先来看今天收拽的二十几块 那么线索一呢 去年EPS14年的新高 好会赚钱 再来第二个 布局车用跟医疗 所以算是复合式的题材 那么第三点呢 今年估这个业绩会冲到 两位数的成长 就是哪一档个股呢 我们稍后再来揭晓 我们赶快要来关心的时候 这大家都说什么苏联文啊 哇 受还金啊 好厉害 好怀旧哦 真的拍成电影多好看 那个声光效果不得了 但是你看看 奇人密码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霹雳不带戏耶 现在被批似不像 为什么呢 导致它的骨架真的是脸绿了 我们来看一下 详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其实霹雳呢 这个电影票房真的好惨 现在你看这句话好讽刺 有这个去看电影的影迷就说 我宁愿看海绵宝宝 我看什么霹雳不带戏啊 好 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这也是全新的一个剧本哦 所以这里面人物大家不太熟悉 那么再来成本你看 好贵好贵哦 3.5亿但票房呢 目前啦为止只有2千万 完全就是一个赔钱的状态 好 现在财报认列说 1.9亿亏损了 认了那么这个偶动漫 他们是定命为这个偶动漫 总经理自己请辞 他说啊 赔钱赔太多了 公司的部分说 我们这次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锁定客群 真的是错误了 不知道这个客群 怎么会这样子呢 都没有人喜欢哦 董作他们说坚持下去 不会打退堂鼓 这霹雳电影照理说应该是 还满不错的啊 到底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总经理个 基本上他们拍这副片 应该说他们拍得很用心 比如说像那个 布偶在骑马的这个影片 其实你布偶在骑马 你要让他拍得跟真人一样的话 就真的比如说他有灵魂的话 其实这个要花很多时间 慢慢去剪辑 也就是他们拍得很用心 不过如果说我们 以成败了热英雄的话 他的有一些错误 可能是他们可能要检讨的 那第一个 我们在看布袋系 像我也是看 我也是布袋系 那布袋系 布袋系 不管是霹雳 或是说现在后结局的金光 金光就是黄俊雄 跟他儿子黄立刚 就是他第四个儿子 黄立刚这部分 就是后面串起了这个新的公司 请问他们在剧里面都讲什么 台语啊 都说台语啦 甚至于出场都会有一些台词 就是好好好 比如说什么受还清楚 半型半型 半生 全无全都是全线 都没有什么事 脑中的 脑袋系 也就是其实这些台词出来 小时候越来越来越知道 他又出来了 因为我在看 我之前有在看 我是戚迷 之前是戚迷 现在是看 我现在比较看偏金光 那如果说也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来看 像它这个部分 像这几个角色 是全新的角色 那全新的角色 对我们这些戚迷来讲 不好意思 我姐都不满 没有共鸣 对 十年前他们的 圣食传说很成功 没有错 但是圣食传说 如果说你有空 去网路上Google一下 他海报的话 你会看到什么 那上面那个一看 五乘风铃嘛 再来呢 再来就瘦环金嘛 所以这是PT里面的招牌 他的招牌就是瘦环金 雅修帖 甚至义雅书 这几个比较经典的角色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没有 甚至于什么 他是讲什么 讲国语对不对 他讲国语 他讲国语为什么 其实我猜他应该是 他想要打大陆的市场 我就大陆的市场 因为大陆 大陆只有沿海这边是 公台义嘛 他整个国家就是讲国语嘛 对 所以他是要用国语 然后呢去打那边的市场 但是呢 你就这个部分来看 就我姓名来讲 第一个角色我不认识 第二个 这个其实就是台湾人的武侠世界 台湾的武侠世界 我们就是讲台语嘛 公台义你不跟背 公公义 看起来就 乖乖 很奇怪 然后这些角色 基本上我只能说他派英文系 然后这个角色基本上 第一个不认识的 然后呢 然后就又讲国语这个 就是没有他的味道 然后再说偶动漫 如果说要打 什么叫偶动漫 打大陆的市场的话 大陆有布袋戏 大陆的布袋戏就叫布袋戏 他就是布袋戏 大陆的布袋戏就布袋戏 大家都知道 那讲偶动漫 偶动漫 我听过动漫 动漫的话 像剛一環年有講到 比如說像 你們看海綿寶寶對不對 海綿寶寶它是動漫 那一樣同時期都有在上映 同時在上映的話 你小朋友 小朋友每天二十四代一轉下去 就是海綿寶寶 對 海綿寶寶 海綿寶寶 你有在看喔 我兒子每天都在看 所以他那個 主題曲我都有在聽 所以就是 其實小朋友如果說要挑片子的話 他一定看什麼 可能看海綿寶寶他認識的 再來是那個什麼企鵝 企鵝很可愛 然後又有跟麥湯老師 跟他做合作 也就是如果說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是說就這部分 他第一個國語 然後第二個角色比較不清楚 第三個呢 第三個歐動漫 如果要打大陸市場的話 大陸就叫布袋戲 大陸沒有什麼歐動漫 大陸有什麼布袋戲就好了 對 所以如果說 以這部分的話就是 他的目標市場 他一開始就沒有搞清楚 也就是老的戲迷 如果說你今天有什麼 受環境假期 可能老的戲迷會去捧場 看一下說有沒有什麼外傳 什麼他們在什麼 東南西北哪個武林 又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都沒有 但也就是說新的故事 新的故事吸引不了老的戲迷 然後舊的戲迷沒有辦法吸引到 那新的根本就不知道 歐動漫是什麼 所以才會造成說 他的票房基本上是比較差 是 可是在他這個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跟其他比較 像海綿寶寶票房怎麼樣 上映第一個禮拜 據說就已經打敗布袋戲了對不對 今天如果我們假設 如果帶小孩要看電影好了 請問他會看什麼 海綿寶寶 他怎麼選都不會選到前面 因為他不認識嘛 這以前布袋戲 他可能有在 比如說我在看布袋戲 他有知道像這是布袋戲 但是假設他不認識 這是誰他不知道 然後他只會看什麼 阿奇也很可愛 比如說跟他說馬達加之家 他知道有隻獅子 然後海綿寶寶 他會知道 所以像這個 比如說海綿寶寶 這是誰去看的 這一定是家長帶小朋友去看的 因為小朋友可能也會吵 對 家長不會帶小朋友去看奇人密碼 對 家長不會帶小朋友去看奇人密碼 所以如果光這個部分 基本上就一定輸 所以一定輸的話題就是說 其實就之前 像我剛剛跟大家說過 就是我們來跟之前做比較 之前的聖詩傳說 他就是用什麼 瘦環境 易亞蘇 亞修特這些 這些在打招牌 但是就這一部來說 這些霹靂的經典角色 你全部都沒有看到 完全都沒有 所以就是舊的性命 如果沒有膨脹的話 那如果說帶小朋友去看 一定怎麼選都選到海綿寶寶 或是企鵝這個 暴走企鵝這個部分 可是這個霹靂布袋戲 這個大家聽到 以前好厲害對不對 結果這個最早 最早以前開始來看的話 其實他之前也拍過 對不對 叫什麼 聖詩傳說 那時候打敗玩具總動員 玩具總動員那麼夯的一個動畫 對 我必須說 其實這個霹靂布袋戲 就是我們的布袋戲市場 它是每個禮拜都有出片的 然後每個禮拜出片的話 都有裝在那個 它現在已經是便利商店 因為以前都是用錄影帶店 它現在便利商店就可以買了 細民的力量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有細民的力量非常大 所以就要這個聖詩傳說 而且他講台語的 你講國語的 看不懂布袋戲的 基本上你不會看 所以如果說以這個部分 他一定是霹靂的細民去支持的 那你看這個部分 比如說這個是比較小 比如說像這個部分 你看到什麼 第一個就是 這個臉就是傲笑紅塵 就是以細民來講 一看就知道這五車紅塵 然後這邊受環金 所以這是什麼 霹靂的招牌 然後他一開始是什麼 一開始就是什麼 山傳人戰無虧 什麼雅修鐵減斷勢戰無虧 所以他會賣得好 是理所大人的 因為怎麼樣 細民會支持 細民會支持 他當時又用比較 先進的布袋戲的拍攝方法 就是他已經開始在進步 用電影的手法在拍這個 所以這片我有去看 我認為不錯 所以你有看 對 我有看 那個最新的你有看嗎 最新你說這個先 對 我沒有看 就沒有看了 沒有 因為如果說 我當時來講 其實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如果說 我知道他拍得很好 但是如果說小朋友 第一個小朋友不認識 第二個如果說我要看的話 我等錄影帶出來 這樣就再去看就可以了 好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 投資人 我當初就是看好他 他說他是文創 文創的話 IPO上市之後 定價定的還滿貴的 現在這個股價怎麼辦 後事要怎麼辦 其實我是個人 如果說以股價來講 我開始是看比較保守 因為如果說你從財報來看的話 其實他從一上市開始 就一上櫃開始 你去看他的財報 你會發覺一件事 其實他的成長 他不是往上成長的 他是慢慢再往下跌 有時候他的毛利什麼的 他所有的數字 都是慢慢再往下掉 那慢慢往下掉 他掉到跌破 在84.5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什麼 因為他手遊 跟他的電影這部分要出來 那電影這個部分要出來的話 其實 以電影這個電影 我們剛剛這個部分跟大家講過了 那手遊這個部分 有沒有辦法救到他 其實手遊其實 台灣最大的手遊網站叫做 遊戲網站叫做巴哈姆特 其實不管你遊戲做怎麼樣 玩家上面都會發表一些意見 對 那我個人是有在玩遊戲 因為我遊戲的目的是 觀察到底什麼公司 有機會往上漲 我相信我這個在之前跟大家提到過 你是自己喜歡玩吧 我喜歡玩 所以但是我 只要讓我喜歡玩的公司 我告訴你 我該高配一定去 對 因為我是一個很挑剔的玩家 那很挑剔的玩家 如果說以手遊這部分來講 因為他是手遊 那個PT這部分 他做那個是手遊的部分 現在手遊 如果說你Google點下去的話 你會發覺營收最高是什麼 營收最高永遠都是刀查傳奇 那刀查傳奇 一樣都是卡牌遊戲 都是卡牌養成的遊戲 那PT他現在的那個手遊 也是卡牌養成的遊戲 不過呢 不過如果說你兩家來對照 對照比比看好了 就是如果說你都去玩好了 打打傳奇這個是大陸做的 大陸的那個騰訊下面 同序相關之前裡面 員工出來做的利益師 那PT這部分 是可能台灣自己研發的 你光那個下面是卡牌 上面的 在上面的鼻舞 那個鼻舞廠的那個動作 你就會覺得差很多 那我有的啦 我真的不信 你已經買進去 有的啦 怎麼辦 我會不會要換掉 我認為如果有破底的話 應該是要停損 要停損 對 因為其實台灣的文創 我知道他們很辛苦 但是文創這條路是很 文創這條路很辛苦啦 你做得好的話股價一分充填 但是如果說後面市場 給你比較負面的東西 其實這個是比較不好花起來的 好 所以在這個霹靂這一檔 這個個股的部分 可能要多加關注 如果真的持續再往下掉 可能真的不太妙了 那麼跟這個霹靂來相較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公司 怎麼回事呢 大家好喜歡他耶 這個旗下那麼多個紫的品牌 大家都說好好吃喔 大家都去排隊 那麼也融燈了員工最喜歡的 一個應徵的公司 那我們來看美食王 現在出現了三道陰影嗎 現在謝金河出來說話 他說網品 這以前是企業的保證 現在說會變成下一個 HTC宏達店 為什麼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怎麼說的 他是在這個臉書上面講 他說小心喔 變成宏達店第二喔 他說我真的很希望不會這樣子 但是你看一上市最高的股價 是517塊錢 那麼現在呢 只剩下255塊 整個就是腰斬了 他說你看上市第一年 整個EPS有15塊左右 但是最新最新的呢 去年第四季掉到了1267 就是營收 EPS的部分呢 0.16 剛剛是雙位數 現在是小數點後面的喔 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這樣子喔 到底網品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呢 之前就是食安風波爆發之後喔 有人就說啊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啦 股價一路往下掉 那麼現在美系外資看網品 他們目標價往下調了喔 原本246塊的 現在235塊錢了 好 我們可以看到網品 你看這個最近的股價 一路的往下掉 那麼在這邊呢 真的 營收財報表現很差耶 在這個營益率的部分呢 第三季6.5 現在4.2 好 這個之前呢 食安退款的有4000萬 還有稅率呢 很高 高達了41% 但很多人會說 網品難道真的變成下一個宏達店嗎 寬哥 有這麼慘嗎 這個部分怎麼解讀 其實謝金河 謝社長 在3月11號所出的那個 所謂的網路上的評論 就是我個人認為是打落水狗啦 那我個人的一個觀點是 我曾經跟各位談論過 台灣的連鎖集團 那很簡單的嘛 你就去吃看看嘛 剛才鍾林兄他就是一個 他是一個愛打電動的人 那各位都知道 因為我對餐廳啦 對於酒啦 還有一點點了解 簡單的說就是愛吃啦 那網品我說很簡單 我長期不看好他 為什麼我長期不看好他呢 你看他經營策略就知道了嘛 過去你去吃網品 網品那時候最夯的時候 只有兩家店 一家在中山北路 另外一家在南京東路底 然後第一個你很難訂 然後他的定價的話 他的定價大概是1000多塊錢 加一成的一個服務費 可是當然他們有 他們的集團的一個服務對不對 你去那邊過生日 或者是母親節 都要做好幾番 然後你生日的時候 他還會幫你做一個小蛋糕 或用大力水手 跟你唱生日快樂歌那種 朱尼生日快樂 咕咕這樣子 他們也會還很多很多的一個花招 可是後來網品完之後 你看到他的次集團 他的第二集團 他的第二集團開的是什麼呢 他開出來叫陶板屋 開出來叫City 他已經價格從1000多塊往下當 當到了500多塊 再加一成的服務費 大概就要600塊上下 那時候剛好是他 最飛黃騰達的一個時間 因為那時候他就遍地開花 很多地方都去開點開點開點 他也都持續的做 可是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到了前這一兩年 他在做什麼事呢 他開了一個火鍋店 他叫十二鍋 然後他後面開了一個平價的鐵板燒 他本身他有一個中高價的鐵板燒 他有一個夏慕尼也是他們旗下的 大概在1000塊左右 可是他又開了一個低價的鐵板燒 一個低價鐵板燒大概是200多塊 再加一成的一個服務費 那各位 我就說很簡單的嘛 這個就長期來說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往下沉淪啊 你從1000多塊 走到了五六百塊 再從五六百塊走到了兩三百塊 他是往下走的 那這當中還發生了什麼樣的一個問題呢 我個人舉例 我們就不講那個公司了 因為那間公司我個人也是比較不是看好它 某一間做泰國料理的 他們的有一間店就在榮總旁邊 那因為我常常去那邊 因為有時候住天母那邊有很多的人 我們都會在那邊就是吃個飯聊個天 有時候跟家人也在那邊吃飯 一吃飯的一個結果 我有一次我就真的受不了了 你一頓飯吃下來都五六千塊錢 結果你給的蝦子呢 各位這麼小一隻 很小很小一隻 然後我有一次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請他們經理說 最近的東西好像有越來越縮水的傾向 結果那個經理怎麼回答我你知道嗎 那個經理的一個回答我聽得快瘋了 我們在中端服務 只要做好中端服務跟做好客戶這一端 跟把它烹飪好就好了 中央採購是中央採購的一個問題 好啦 那中央採購是中央採購的一個問題 你也可以說這一兩年來 其實我們在所謂的食品採購這一塊 我們的所謂的購買力是偏弱的 可是我們不能夠否認一點是 這個是台灣國力的向下沉淪 什麼叫向下沉淪 你年輕人可以吃東西的這些跟不上來 我這兩年跑一些地方 我真的是內心非常非常的感觸很大 我到馬尼拉去 馬尼拉的話當然你說那很粗暑的地方 菜漆那種啊啊不是太乾淨的地方 你可能不太敢吃 所以我們要用所謂的標準的一個standard 去做評量 那標準的standard我們用food call 就是所謂的美食街 food call就是食物廣場 美食廣場 用美食街來做評比 我跟各位報告 現在連馬尼拉的物價都比台灣還要貴 那你說網品的股價來到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一開始它上市的時候是新奇 大家覺得說這個開餐飲業的新上來 那時候只有它一間叫做高文獨七 可是最近我們來看看 上個禮拜加盟展 那加盟展我就去看 加盟展當中呢 最大的那個所謂的精華區 因為一個加盟展各位世貿你一進去 一定是中間那個點最大嘛 你就很簡單 誰的show girl請最多 誰的行銷人員請最多 誰的整個廣告下的最用力 你就知道他們那個所謂的 未來的一個廣告性是比較強的 對 我們最近來看包括像六角 包括像F鮮活的一個部分 1256的F鮮活那個市場的本益比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那個其實股價都是長期維持在 非常高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如果去觀察網品 它從12年的15塊3毛4 13年的13.6毛4 到14年的9塊1毛4 你發現什麼 你發現什麼 人家台積電全世界最好的一個公司 本益比只給15倍 那我說真的我認為外資給網品這個價格 還稍嫌其實算是非常非常客氣的 所以就整個長線來看 我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求新求變是企業當中不變的一個關鍵 那目前以所謂的台灣這些 所謂的連鎖食品股來說的話 除非你有特定的一些所謂的必殺技 或者是新的產品 不然現在來看的話 其實現行的空投 對現在的投資人來說都是很不利的 所以它已經現行變空投態勢了嘛 對不對 所以不太妙囉 手中有的趕快自己要想辦法 可能要把它稍微停損換一換 可能比較妥當一些 好 其實在網品 我們討論完了網品 接下來明德哥要登場了 口袋名單 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檔個股二十幾塊錢而已 是哪一檔 是 我在講這檔股票之前 我先把台北股市稍微先短 簡短報告一下 因為上個禮拜 我們來這邊講的時候 指數是在9562點 這個禮拜一已經到了9512點 跌到50點 也就是說短線上市場在這邊 有一點點觀望的氣氛 量也縮下來 然後再等美國的這個禮拜的 所謂的公告利息的一個 是不是會在六月以前調整的 這樣子一個 所以法人也在等 好 所以說在短期之內 台北股市是短線是弱勢 所以在短線弱勢的時候 你就不要太過於積極去做追高的動作 雖然我們在上個禮拜告訴各位的 鏡棚 中林告訴各位的華泰 還在持續的在走高 還在賺錢 但是到了這個禮拜 短線上我勸各位 你還是要等拉回再買 拉回要買哪些 拉回要買真正優質的股票 什麼是優質的股票 大家都知道 我都從基本面去做一個選股 這是一檔做食英晶體的西華 那麼做食英晶體 事實上前幾年因為日本的一個量產 所以說台灣的競爭率不好 所以到了去年開始 真正食英晶體才開始碰到谷底 開始慢慢的回升 那麼短線上在第一季的營收 西華可能會跟第四季差不多 大概就7億3000萬左右 最重要的是今年第一季的營收 比去年的第一季要成長25% 我在這邊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我們要買的股票一定要去買它 未來幾個月營收是持續會創新高的 或持續站穩高檔 成長率很大 那種股票有基本面的保護 基本上拉回的幅度就會比較小 好 它除了有第一季 今年全年度的營收 也會比去年有個兩位數以上成長 這是比較保守的 為什麼保守 去年西華的食英晶體 年產量大概就1000萬 今年會擴大到2000萬顆 所以說今年的量會從去年的廠 去年開始擴長 今年的量會開始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今年的EPS也會比去年更好 為什麼 去年賺1塊8毛3 是創下14年以來的獲利新高 你可以從周線月線都可以看得到 它是走一個長線的一個多頭 從日線的角度來看你也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很溫和的穩定的 向上走高的一個格局 所以說像這樣子有基本面支撐的股票 今年隨便賺應該EPS都在2塊1 2毛以上 現在的股價本益比大概也只有10倍到11倍 所以說你在這一個禮拜的過程當中 等它拉回的時候 你可以做向下分批的佈局 這樣子是比較安全的 今年這張股票應該還有穩定向上的一個空間 因為本益比最少也可以調整到14、15倍 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是明德哥的西華 這個本益比稍微比較偏低 大概10倍出頭而已 就是要來期待一下 那麼現在的階段 我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議題是什麼 現在你看很多人拍紀錄片 甚至拍綜藝節目 那種外景節目 有沒有在天上飛的 在拍攝的那種無人機 無人機概念是不是真的要起飛了呢 相關個股怎麼來尋找 怎麼來尋寶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香醇 值得品味更久 柏朗綠罐咖啡 增量新相識 TriVago幫您用好康價格找住宿 你只需要輸入目的地 TriVago立即比較超過150個網站的即時價格 TriVago用最划算的價格 找到你最理想的住宿 飯店TriVago 洋洋得意 贏新春 華林感恩大回饋 吉祥好禮五選一 先選先贏哦 換來的亮 華林冷氣